我生日的这天,老婆说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,老公,生日快乐,恭喜你,你要做爸爸了,老婆拿着两条杠的验运棒,一脸开心地看着我,从此之后,我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,风雨无阻地陪她去产检,孩子出生后,她却突然崩溃了,因为我送给孩子的出生礼物,是我当年为了她结扎的报告单, 今天是我的生日,老婆梁家美早早地给我发来了信息,老公,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惊喜,为了这个所谓的惊喜,我早早地翘班回到了家里,看着一桌子丰盛的菜肴,我想,估计这就是我老婆口中所谓的惊喜吧,毕竟她是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人,在一起这么久以来,家里的饭菜基本是我做的。 老公,生日快乐。 在我刚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,老婆从房间里捧着蛋糕出现了,我赶紧伸手接过她手中的蛋糕,谢谢老婆,在老婆的催促下,我拆开了蛋糕点燃了蜡烛,在我刚准备闭眼许愿的时候,老婆突然将一个精美的包装盒递到了我的面前, 老公,这是我给你的惊喜,你要不要先拆开来看看?老婆边说左边,朝我眨了眨眼睛。 我一直以为这菜肴已经是惊喜了,没想到竟然还有礼物,只是这么小小的一个盒子里边能够装下什么呢?难不成是黑丝? 想到这个我忙激动地接过盒子,拆开了上面的彩带,可看着里边的东西我愣住了,我有点不确信地将东西从里边拿了出来,吞咽了一口唾沫后才向我老婆问道,这个,是,是什么? 老婆一脸嬌羞地扑进了我的怀里,哎呀,你还问人家,这个,这个就是你对人家做坏事的证据了,我还是有点不确定,再次问道,老婆,那个,你,你养了? 肖正阳,老婆捶了我一下,你怎么这么憨啊,这是厌运棒了,你这都看不出来吗? 我低捶着头,再次看向这神奇的两条杠,老婆,这个会不会测不准,要不然我们再去测一次,肖正阳,再测你大爷,老娘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医院了,你要做爸爸了,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 老婆说着,白了我一眼,我怀孕了,这天大的喜事,你不高兴就算了,竟然还怀疑来怀疑去了,难不成,你在外边有别的儿子了,我拿着厌运棒,还是有点没回过神来,只是在听见老婆说这些话的时候,条件反射性地脱口而出,怎么可能? 我怎么可能背着你在外边做坏事? 老婆扑进我怀里,咯吱地笑了两声,我当然知道,你不会背着我在外边做坏事了,说着她一把,拿过我手中的厌运棒,指着上面的两条杠,我看啊,你就是太高兴了,都高兴傻了。 我的眼睛一眨不眨不眨地盯着那根厌运棒,是啊,高兴傻了,哈哈,我就知道,老婆抱着我的头猛地在我脸上亲了两口,老公,生日快乐,恭喜你,你要做爸爸了,呵呵,我要做爸爸了。 我接过老婆切下来的蛋糕,一口一口吃着,奶油本应该很甜很腻,但吃进嘴里,不知为啥让我觉得苦得说不出话来。 我和梁家美食大学同学,她是我们学校里的女神,追她的人不计其数,我不过是她身后最默默无闻的一个小跟班,每次她早八的时候我都会买好早餐,给她站好座位,会记住她喜欢吃的东西,每天往她宿舍里投食,甚至她的舍友,我也每次都会送上奶茶。 她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,我会彻夜排队找黄牛买票,只为了博她一笑,不知道是我的诚意打动了她,还是上天真的眷顾我,在我再一次给她抢到演唱会门票的那天,她竟然亲口给我说要和我交往试试。 而这一世,我也从一个舔狗小跟班变成了她的老公,结婚之后,我对梁家美更是体贴,只要是她要的,不管是什么包包啊,还是要去哪里旅游啊,我通通都答应她。 而那天,不知道是不是刷某音刷多了,她突然说不想要孩子了,要丁克,让我去结扎,我开玩笑说她是不是被某音荼毒了,竟然想要阉割我,而她却给我科普了很多的结扎的常识,告诉我到时候想要孩子了再去复通就可以了。 我当天思索了很久,觉得她虽然说的有道理,但还是接受不了,就给拒绝了。 没想到这一拒绝她,竟然整整三天没有和我说一句话,不论我做什么好吃的,或者怎么逗她开心她,都不搭理我,甚至还闹着要出去外边住,没办法,我妥协了,第二天就去结扎了。 只是我结扎后,我老婆似乎忘记了这茬子事,竟然都没有再追问过我,而我也只觉得只要她开心就好了。 至于这结扎的事大不了,到时候她要再给我说要孩子了,我再去复通就是了。 可没想到,如今我老婆竟然怀孕了,我都已经结扎了,那我老婆肚子里边的孩子就绝对不可能是我的。 可能是心中太过愤恨,握在手中的蛋糕叉子被我折成了两半,老婆白了我一眼,老公,你这好好的干什么呀? 这叉子惹你了啊,我摇了摇头,将断掉的叉子丢进了垃圾桶里,老婆将自己碗里最后一块蛋糕递到我嘴边,瞧着这个蛋糕我瞬间觉得恶心的不得了,条件反射性的直接将头偏了过去。 老公,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奇怪怪的哦,说着她将那蛋糕硬塞进了我嘴里,蛋糕那黏腻的味道充斥着我的味泪。 我只觉得胃部传来一阵痉挛,想吐,恶心的想吐,想到这几年来,自己对梁家美的百依百顺,我就觉得恶心的想吐,对于我的一样老婆毫无察觉,她拍了拍手捏起桌上的一颗葡萄吃了起来。 老公啊,我昨天看中了一个包,你明天帮我去买了吧? 我闭上眼,将口中的蛋糕咽了下去,好,梁家美,我是爱你,但是这并不是你作践我的原因,和你一起给我戴帽子的那个男人,我会揪出来,而你,我也不会绝对不会放过。 既然你已经踩在我的尊严上拉屎了,那你就别怪我对你,不客气了。 晚上,趁着梁家美睡着的空隙,我拿到了她的手机,从前我是从来不看她的手机的,对于她我真的是百分之一百地信任的,手机的密码我试了几个,她的生日,我的生日。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不对,而现在用她的指纹来解锁的话,只怕会惊醒她,我只能放下手机作罢。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,梁家美就窝在我怀里撒娇,老公,昨天我给你说的那个包包,梁家美这个人平常没有别的什么爱好,最喜欢的也就是包了。 从前为了满足她,我甚至还借过不少贷款,而好在后来我家里拆迁了,又加上我工作努力跳槽几次后得到了更好的工作待遇,所以如今我一个月基本上可以给她买上一两个,如果她再撒撒娇啊,再主动一点啊。 我甚至可以给她多买几个,想到我的计划,我忍住内心翻涌的恶心,伸手捏了捏梁家美的鼻子,老婆,要买包是可以,那老婆,你是不是要做点什么,讨好讨好你老公我了? 我暗示的很明显,梁家美朝我抛了个媚眼,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在我身上戳着,讨厌鬼,人家昨天才和你说了,我怀孕了,这前三个月不能乱来的,则,还好有这个前三个月不能乱来的事,不然我真要担心自己会不会得病,我一把抓住她的手,在她手背上亲吻了一下,老婆对不起。 刚刚是老公混账了,你说的包包,我等会就去给你买好不好,好的,还是老公最好了。 梁家美将我送出了门,老公,早点回来哦,此时的她,温顺而又妩媚,出门后我并没有着急,去公司,而是慢悠悠地去了店铺给梁家美买包,看着手上以假乱真的包我心中一阵感叹,从前给她买的包, 哪次不是两三万起,她每次也只是背几次就会将它们放在角落里蒙沉,而如今这一个假包才两三百,想到这个,我突然记上心来,当我将包包的图片发给梁家美后,她果然开心地给我发了一段亲亲的语音,我翻了个白眼后,到了好友家里,哎呀,这不是我们萧绍吗? 怎么这个时间竟然有空来找我了?说话的是我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死党陶佑,自从我和梁家美结婚以后,就秉承着做一个好老公的原则,不出门鬼混,不随便应酬,不和胡鹏狗友勾搭,这自然和陶佑也就聚得少了,每次她打电话来我不是在家做饭, 就是陪老婆逛街看电影,这小子也就气得索性不在,和我联系了,我拍了拍她的肩膀,好了,老子这次找你是有正经事,瞧见我难得正经的语气,头友轻笑了一声,怎么,和你那个笑话老婆吵架了? 我将验运棒的事情一五一时和头友说了,在他这里,我并不需要考虑什么面子不面子,况且,如今只有解决问题我那所谓的面子也就自然而然地回来了不是吗? 我操,头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,妈的,我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善差,当年我不是就跟你说过,她面相不好,你把控不住吗? 我白了她一眼,好了,不要提过去的事了,当务之急,我是想要你帮我把那个男人给揪出来,头友摸了摸下巴后,朝我打了个响指,没问题,按我说的做保你,一个礼拜之内找到给你戴绿帽子的男人。 晚上我没有急着回家,而是和头友在外边喝了几杯,梁家美的电话打过来几次,催我好久回去,头友笑嘻嘻地看着我,哎呀,你老婆这是关心,你喝多了,让你早点回去呢? 我吃笑了一声,算了吧,她那里是想我回家,她想的是她的包,头友和我碰了一杯后,在我肩膀上拍了下,好了,回去吧,不然要是因为这一口气啥的露馅了,可就不好了,我刚到家梁家美就给我端了一杯蜂蜜水过来。 肖正阳,你个没良心的,我刚怀孕你就在外边喝得鸣鼎大醉。 你真的是要气死我啊,我一把将梁家美抱进怀里,老婆…… 对不起,我错了,我吸了吸鼻子,挤出了两滴泪水来,我实在是太开心了,我竟然做爸爸了,我做爸爸了。 老婆,梁家美愣了愣神,摇头笑道, 你啊,难不成现在才反应过来,我点了点头,是啊,太激动了,现在才反应过来,我老婆竟然怀孕了,说着我哈哈笑了起来,我要做爸爸了,我是真的要做爸爸了。 梁家美没在说什么,只是由着我闹腾,闹腾完后,我将刚买的包包递到了梁家美手中。 老婆,这是我今天去买的包包,我明天,再去给你买一个,拿到包包的梁家美,果然比起开始高兴了不少。 她咧着嘴笑着,干什么还给我买啊,我要那么多包干什么啊,真的是,虽然她话是这么说的,但是我知道,她听见这些话,心里十分开心。 第二天,下班回到家后,我就又递给了梁家美一个包,老公,你,你真又给我买了一个包啊,梁家美不可置信地望着我,我笑着点头,是啊,老婆,你为我生儿育女辛苦了,为你买几个包算什么,别说是买包包了。 我过两天,还要给你打造一个专门放包的房间呢。 而我也确实说话算数,这个周末,我就带着设计师上门将一个客房改成了专门给梁家美放包的包包房。 设计师一边夸梁家美长得好看,一边说她眼光好嫁了个好男人,夸我对她真好,没多会,梁家美就飘飘然起来了。 等着设计完包包房以后,梁家美就邀约设计师一起享用下午茶去了,而我在他们出门后迅速给陶又打了个电话过去,好了,她出门了,现在你可以上楼来了,记得速度快点,咱们最多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,没问题,没问题,一切准备就绪,只等包包了。 我和陶又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,就将梁家美放在我准备给她打造包包房里的包包都给调换了。 陶又坐在车里一再感叹,你小子对她可真是下血本了,这么多包啊,得值多少钱啊?不知道值多少钱,卖了不就知道了。 卖完包包后,陶又坐在车里点燃了一支烟,你说那梁家美什么时候会发现这包包的秘密?我耸耸间无所谓地说道,随便她什么时候发现,反正我纸装不知道就行了。 那到时候,她闹起来,要和你离婚,和你分财产怎么办?要知道你那房子可是你们婚后才拆迁的呢?我吐了一个烟圈,透过烟雾看向窗外,所以就看你什么时候给我找出那个男人了。 我现在给你说的是财产,你给我说那个男人做什么,我笑了笑,财产,一天一个包包的,这财产数额还不够大,实在不行的话,把你老爷子的公司买下来,然后再随便破产,那不就行了? 桃佑瞪了我一眼,我和你说正经的呢?你在这里闹个锤子,到时候你就知道了,见我卖关子桃佑,索性也不说这个话题了。 只是叮嘱我今晚记得实行我们说好的那个计划,毕竟时间晚了,到时候计划赶不上,变化可不好。 晚上,我又给梁家美带回了一个包包,梁家美高兴的就差没有捧着包包睡觉了。 看着她睡得正香我也就放心了,我拿过她身旁的手机,套出早就准备好的胶带,套在了自己的大拇指上,没多会,手机就解锁了。 可能是因为有密码的缘故,梁家美的信息都没有删除过,不知道该说她蠢呢,还是该说她太过于信任我。 只是当看到那一条条聊天记录的时候,我还是很是震惊的在我心中。 梁家美一直都属于青春女神那种类型的,哪怕是如今我和她结婚这么多年了,我们在床上的花样也是少得可怜。 有时候我说一两句脏话,她都要害臊。 甚至每次都是我求着她,或者用包包买着她来一次主动,可这聊天记录上,基本上都是梁家美主动,不是喊人家老公的,就是喊人家爸爸的。 而上边那些脏话,更是让我都觉得面红耳赤的,越往后看我越是心惊,梁家美撩骚的竟然不仅仅是一个人,我数了数起码有五个。 我柔了柔发疼的眉心,忍住心中,想要直接掐死梁家美的怒火,将聊天记录一一拍照记录下来。 这些都只是梁家美撩骚的记录,人数又太多。 所以到目前为止,我并不知道究竟哪个人才是梁家美妇中孩子的父亲。 我只能等着都拍照完以后,我将她手机又放回了原位,看来,我还是得请假一段时间,全方位跟踪梁家美,这样才能找出她背后那个给我戴绿帽子的男人。 我找陶佑借了一辆车,整天都在家楼下跟着梁家美,可梁家美却基本从来不出门,每天最多就是到楼下小区散散步或者倒垃圾。 陶佑不禁有点质疑了起来,肖正阳,你说,会不会是你劫萨不成功啊? 陶佑的一句话也勾出了我心中的疑惑,如果这个劫萨没有成功的话,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梁家美陷在肚子里的孩子极有可能是我的? 想到这个可能性,我立马开车到了之前做手术的医院,经过医生的又一番检查后,我确定了。 我的劫萨手术很是成功,并没有任何让人怀孕的可能,哪怕是我现在立刻复通,那也要至少过了过年以后才能够拥有活跃的精子,头有安慰我道。 不然,你就赶紧转移财产,和梁家美离婚算了,你这样纯纯是在内耗,我用拳头猛地捶了一下墙壁。 不行,这是关我男人的尊严,我绝对要梁家美付出应有的代价。 让她付出代价,你最多就是让她净身出户啊,不然你还能做到什么地步啊? 我低垂着头不再说话,我回到家后,梁家美正在哼着割娇花,回来了。 她朝我笑了笑,明天我要产检了,老公你陪我一起去呗,我扑通一声,直接跪在了地上。 老婆,是我对不住你,梁家美皱了皱眉头,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? 你在外边有别的女人了,我摇了摇头,不是,她白了我一眼,那你对不起我什么了? 说着她双手扶着我的胳膊,男儿膝下有黄金,你赶紧起来,不准跪了。 老婆,对不起,我之前一直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。 听着我这话,梁家美的身形晃了晃,你,你说什么,你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。 说着梁家美的泪水就这么直接滑落了下来,肖正阳,你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啊,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,你要不要现在我们就去做亲子鉴定啊。 我连忙起身,一把扶住要倒下的梁家美,老婆,我错了,我将早就准备好的报告单拿了出来,之前我不是去做个结诈手术嘛,所以我就一直以为,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,我低垂着头小声说道,后来,我今天去做了检查,发现我其实还是有精子的,所以,我错了。 老婆,之前都是我的错,梁家美拿过我手中的报告单看完后,直接给我甩了一巴掌。 老婆,我之前真的错,我那时候就想着,就算不是我的孩子,我也会好好抚养他长大的,只要是你生的,那就都是我的孩子。 我没想到,我真没想到,这孩子竟然是我自己的,我边说着,泪水边滑落了下来,梁家美扑斥一声笑了出来,什么只要是我生的就是你的,你这说什么浑话呢? 老婆,我爱你,只要是你的孩子,那就是我的孩子,梁家美白了我一眼。 好了,不准再说这种蠢话了,我肚子里的孩子啊,本来就是你的,说着梁家美用纸巾在我脸上胡乱擦拭了两下,真是一天到晚不闹腾点是不开心。 明天记得陪我去产检,我马上点头,表示自己一定好好办。 等梁家美回到房间去以后,我才拿出了手机,给陶佑发了条信息,计划已成功,陶佑的信息回复得很快,同志会坚守岗位,陪着梁家美做完产检后,我将她送到家楼下,就借口要去公司办点事,梁家美侧过身子,在我脸上亲了一下。 好的,老公,注意安全早点回来,看着梁家美上楼后我才将车子开走,刚把车子开到公司楼下陶佑的信息就来了,他们联系了,我迅速打了个辆车到了和陶佑的接头点,他递给我一个耳机,这是我刚录下来的,陶佑望着我的眼神带着点同情。 我无所谓的接过耳机,开始听了起来,这是我昨天晚上,趁着梁家美睡着以后,在她手机里安装的一个偷听的设备,那个傻子自己和你承认了,怀疑你了,是啊,我就说她有古怪,我就记得好像她之前说过要去劫萨什么的,没想到她竟然真的去了,是一个男人和梁家美的对话。 我想,这个男人应该就是梁家美附中孩子真正的爸爸吧,还好你那几天觉得她不对劲,有猫腻,所以没和我联系,那时候她知道消息竟然那么古怪,我肯定怀疑啊,后边还给我一天送一个包。 真是太反常了,梁家美说着笑了一下,不过还好,现在她已经确信了这个孩子是她的,所以我又可以来找你了。 快来吧,我快想死了,都好久没有好好和你恩爱了,你今天记得穿我最喜欢的那件蕾丝睡衣过来哦,在后边就是两人调情的声音,我默默将耳机摘了下来,头又无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我朝他笑了笑,好了,赶紧开车跟着定位去吧,等他走了,咱们约这个男人好好谈一谈,我边说着边活动活动了手腕,大哥,你该不会是要揍人吧,头又往后缩了缩,哥,咱们可不能做违法的事啊。 我白了头又一眼,好了,赶紧开你的车,那么多废话干什么,在一个老破小的小区外边,等了两个多小时后,梁家美果然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走了出来,两人光天化日之下你,亲我我亲你的,亲完以后,又说了会话,男人拍了拍梁家美的屁股,才转身离去,头又将车跟着男人开进了小区。 我坐在车里,眼睛一眨不眨的,看着男人上了楼,打开了房间的门后才下了车,哥,要不然我和你一起去,头又想要和我一起下车,却被我拦住了。 他挠了挠头,哥,我不去没关系,但咱们真不能做违法的事啊。 我没大力他只是下车朝他摆了摆手后上了楼,随着我的拍门声,男人不耐烦地开了门,你谁,你睡了我老婆,让我老婆怀了你的孩子,你还问我是谁? 梁家美最近开始有了孕返,每天不是吐,就是在吐的路上。 老公,我不想吃这个,难受。 她一边抱着垃圾桶兔,一边嫌弃地看着桌上的东西,我将一片牛肉夹进她的碗里。 老婆,我知道你难受,但是你已经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了,你还是多多少少吃一点东西吧,再说,就算是你不吃,你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吃的啊。 梁家美听见我这话,脸色有点难看,肖正阳,你什么意思?你的意思是为了你的孩子要折腾死我的意思咯? 不是,老婆,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赶紧上前安慰梁家美。 我的意思是,哎呀,我嘴巴笨,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 老婆,如果你实在吃不消难受的话,不然我们就去把孩子打掉吧。 梁家美叹了口气,将碗里的牛肉吃了下去,老公,对不起,我也不是那个意思,我就是,梁家美的话还没说完,我就心领神会。 老婆,我都懂的,你现在怀孕的,孕期激素影响,一切都是老公的不是。 都是老公的不对,老公给你赔礼道歉,好不好? 我嘴上虽然说着不好意思啊,贴心的话,可是每当看见梁家美兔的难受的时候,我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酸爽的感觉,仿佛看着她兔,看着她难受,我的心里就会好受一些,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。 梁家美不再孕吐了,但她却比孕吐的时候看起来更难受了,每次我问她怎么了,她都只是摇头说没事,晚上睡觉的时候,我也总是能看见她守着手机,似乎在等什么信息。 这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,正好看见她在打电话。 瞧见我回来了,她匆忙挂断了电话,我将手中给她买的包地给她,老婆,怎么了?怎么打个电话还哭了起来,我将她面上的泪水擦拭掉,她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,老公,我好想你,你不要离开我。 我轻轻拍着她背,一下又一下,傻老婆,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?你可是我老婆啊,我离开谁都不可能离开你的。 这段时间,包包房也已经做好了,我将梁家美的包包都摆在了柜子上。 老婆,你看,这样摆好看吗?梁家美点点头,好看,老公怎么弄都好看,最近的这段时间里。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梁家美不再出门,不再对手机出神,甚至我买包给她的时候,还会劝我不要再买了。 老公,你看,这些都是我做的,怎么样,这天,我刚下班回来,就瞧见一桌子菜肴,上次瞧见这一桌子热菜的时候,还是我生日的时候,这些菜,梁家美接过我手中的公文包, 都是我给老公亲手做的,上次我生日的时候,那些菜是梁家美打包的外卖,而今天这些菜,竟然都是她亲手做的。 上次,她给了我一个孩子的惊喜,不知道,这次她又要给我多大的惊喜呢? 老婆,怎么想着做这么多的菜啊?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?我拿起筷子尝了一口,味道还挺不错。 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,梁家美娇羞地望着我,就是想到了老公的好,想要和老公一生一世,就这么过下去,我笑了笑,并没有说话,什么叫做想到了我的好? 只怕是想要找的人找不到了,只能将所有的一切都压住在我身上了吧。 临近梁家美的预产期了,我陪着她去看了月子中心,看着面前豪华的月子中心,梁家美激动地望着我。 老公,你要给我定这个吗?我点点头,眼神带着宠溺望向她,肯定啊,你是我的老婆,你为我生孩子,就值得最好的一切。 我将月子中心的定金交付好后,又陪着梁家美去了生产的医院,当看着医院的设施和服务后,梁家美只感叹,我对她真好,我只是笑笑没说话,梁家美的预产期到了,但是没有发动的迹象。 这天晚上,我接到了一通电话,就准备出门,梁家美不满地看着我,我都要生了,你还出去干什么? 我一边穿着外套,一边安抚着她,老婆是头佑,她出车祸了,我必须去一趟,听见是这个消息,梁家美皱了皱眉后,朝我挥了挥手,那你快去吧,这个事确实严重,我感激地看向她,老婆。 你最好了,你要是有什么事,就立马给我打电话,我就赶紧赶过来。 梁家美点点头,等出了小区上了车后,我才松了口气,头又白了我一眼,你说,你这么做值得吗?折腾了这么久到最后,不也还是要离婚? 你不懂,我掏出一根烟点上,割药的是离婚吗?割药的是,看到她痛苦难受和后悔的那个表情,最好在听见她痛哭流涕的求饶声,变态,头又责了我一声。 你他们要报复就报复吧,干什么非说我出车祸了呢?对于这个问题,我只能表示十分抱歉,因为陶又出车祸的原因。 我连这几天都出了门,而恰好这天。 梁家美发动了,她给我连着打了三个电话,陶又紧张地看向我,你还是接了吧?不然万一闹出人命了怎么办? 我吐了一个烟圈,放心吧,我已经叫了救护车,不会出人命的,陶又朝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 等我和陶又赶到医院的时候,梁家美正在骂娘,我不要在这里生啊,您送我去我老公给我订的医院啊。 我朝陶又使了个眼色,陶又会议走出了医院,我三步并坐两步,跑到了梁家美的病床前。 老婆,对不起,我,我刚忙完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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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王八蛋啊。 痛死我了啊,梁家美一身全是汗水,我不要在这里生啊,老公,我要走啊,你带我去之前的医院啊,我替梁家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 乖,老婆,这里是最近的医院了,咱们先生的再说啊,随着梁家美不肯的声音,医生将她推进了产房,我看了看这医院,虽然有点破旧,但是设施什么还是完善的。 比起之前我带梁家美看的医院,确实是天壤之别,我轻责了一下,能带她来生,孩子已经是我的仁慈了,还想要去那么贵的医院生,梁家美啊,你也就配看看而已了。 孩子出生了,梁家美虚弱地看着我,老公,我好累啊,我没搭理她,只是从怀里掏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,把这个签了吧,梁家美一脸不可置信地望向我,什么,你,肖正阳。 我刚点你生了孩子,你就要和我离婚,你是疯了吧,我顺手将亲子鉴定摔在了她怀里,我的孩子,我看未必吧,这个孩子究竟是谁的,我想,你自己都不知道吧,梁家美目瞪口呆地望着我,你,你果然都知道,是的,我不仅是都知道,甚至你的那个男人都还是我给了钱让他走的。 说完,我就起身拍了拍裤腿,对了,其实这个离婚,协议书你签不签都无所谓,我已经起诉了,至于你这边的住院费,我大发仁慈帮你交了,至于你和这个孩子以后的事,那你就自己考虑去吧,肖正阳。 梁家美想要抓住我,却直接跌倒,在了地上,我看都没看她一眼的,静止往外走去,她在地上朝我这边爬来,老公,我错了,我错了,都是我的错,你原谅我好不好,你不是说过的吗? 只要是我的孩子,就都是你的孩子啊,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啊,病房外围满了看热闹的护士。 但是没有一个人上来劝阻,或者扶起梁家美,他们只是在窃窃私语,这女人真的过分。 是啊,没见过这种的,还什么只要是我的孩子,就都是你的孩子,神经病吧,见过出轨理直气壮的,没见过这么理直气壮的,让别人喜当跌进还说这种话,走到医院外边我深呼吸了一口气, 这一切终于都要结束了,法院的审判很快就下来了,梁家美孩子的亲子鉴定书,直接让法院判了我们离婚,梁家美出院后抱着孩子回了家,肖正阳,法院虽然判了我们离婚,但是没让我净身出户,你必须给我钱,我点点头,确实是应该给你钱,但是法院应该也告诉你了。 我做包饭亏了钱,如今只剩下这家里的包了,你要的话你就把包都拿去吧,梁家美瞪了我一眼,这些包我肯定都会拿走的,我将包都清理好,丢在了她面前。 好了,你现在可以带着这些包走了,你,你真的如此绝情,梁家美眨巴着眼睛,委屈地望着我,你当初说过的那些誓言都不作数了吗? 你说过会永远陪在我身边,就这样没了吗? 我慢慢点燃一支烟,梁家美,你看法院的信息应该也知道了,我都有了,你在外边那么多男人的撩骚记录了,你怎么还记得我会爱你? 更何况,我不是也告诉你了吗?你孩子的父亲就是我花钱让他走的,你怎么还在这里给我说从前的誓言,你是有病吧,肖正阳? 你个畜生 算你狠 梁家美带着那些包包走了,我将房子卖了,在陶佑家的阳台上,我们碰了一杯,你究竟怎么和那个男人说的啊? 他竟然心甘情愿不要孩子不要女人,我只是告诉他,那个孩子不一定是他的,顺便让他看了看梁家美和别的男人的聊天记录,本来我还想给他钱的,但是他钱都没有自己就走了,头又朝我竖起大拇指,你是傻逼吧? 居然还要给人钱,也许从前是傻逼,但是现在暂且做个变态吧,毕竟梁家美不是就这么说我的吗? 对了,据说梁家美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,过得很凄凉,她带着一堆包包去变卖,结果人家告诉她,那些都是假货,她抱着一堆假货在店门口,又是骂老板不长眼看不出真假,又是骂我是变态,再后来就是听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居无顶锁。 总之,这些,好像都和我不相干了吧,不过,你老实告诉我,这梁家美绿了你以后,你们还睡过眉,听着桃佑的话,我心里真是万马侧疼,听我说,谢谢你啊。